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你别进去 那个 不是 你今天先回去 我回头再给你解释 你别被顾总看见了 他在啊 那刚好 我还想问一下呢 他把你骗到这里来 什么意思啊 对不起 我不应该瞒着你们 但在这儿工作是我自愿的 跟我们顾总没有关系 你来干什么 接双交回家 顾总 对不起 我来这儿工作 没有跟家里人说 你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跟陆显解释一下 对不起 请你回避一下 陆先生 这儿是我家 我为什么要回避啊 陆显 你先别生气啊 我骗你们是我不对 但如果我要是告诉我爸 我在这儿工作 他肯定不会答应的 既然你知道你爸不同意 干吗接受这份工作 顾总 他需要我 你能不能答应我 再帮我瞒着我爸一阵 行 我可以答应你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我要留下来 我不同意 你有什么资格留下来啊 作为你的前心理咨询师 我不太相信你的病情 能这么快好转 无论出于对你的健康 还是双交的安全着想 我都必须要留下来 你是他的心理咨询师 这么巧啊 你怎么不走 是前心理咨询师 而且我自己的情况 我自己最清楚 如果我真的需要的话 我会找新的咨询师 谢谢 请回吧 如果换新的咨询师 又要重新磨合 你的病情耽误不起了 我已经说过了 我现在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试一下就知道了 松江 我说你进 一共五道题 答对三道以上所合格 好 可以开始了吗 开始吧 你现在一天 写几次早啊 一次 不对吧 我今天就见你洗过两次了 双交 扣分 最近有没有由于身体 或间接接触 引发强迫症 没有 你干吗 放下 看来是有 扣分 我这不是强迫症 我是嫌弃你 扣分 我提醒一下 你现在已经扣两分了 再扣一分呢 你就不合格了 最近有没有 失眠多梦 胸闷气短的症状 思考了这么久 扣分 等一下 凭什么你说扣分就扣分呢 看来你真的急需治疗了 我也这么觉得 对了 如果我真的需要心理咨询师的话 那也不会是他 你为什么这么排斥他 难不成我住进来打扰到你们了 我和世双交就只是领导和员工的关系好吗 那我和你只是咨询师和客户的关系啊 你这就是汇集技衣 还是你宁愿抱着病情加重的风险 也不敢让我住进来啊 担心 谁怕你啊 不怕就好了 那就让我住进来 住就住啊 那我只给你一个礼拜的时间 你最好用你所谓的专业技术将我尽快医合 我的方案已经做好了 为了帮助你尽快托米 必须从生活习惯做起 洗澡不能超过十五分钟 只能用一种洗手液 去一次厕所 马桶冲水不能超过两次 还有其他规定和托米练习 你可以仔细看一下 你是不是在针对我 你是不是在针对我 我觉得他写的方案挺好的 难度不高 而且都很日常 顾总 你肯定没问题 看起来都是一些小事嘛 我当然没有问题 好 那就由双交当裁判 当然了 由于你对双交免疫 你的托米练习不能和双交一起 从今天起 你必须和双交保持距离 我建议 你可以尝试和我做托米练习 我很乐意奉陪她 那不必了 你最好接受 你不是很讨厌我吗 如果你对一个讨厌的人 都有免疫了 那才说明你的情况 在真正地好准 嗯 我觉得陆显说得很有道理 顾总 要不你就克服一下 跟她练一练 好啊 吃饭吧 好啊 吃饭吧 你们怎么都不做啊 好啊 开饭吗 双交 嗯 你坐这儿 我坐顾先生旁边 方便训练脱米 哦 好 我 好啊 拿开 你必须得突破你自己 不然你的情况就不能好转 你的情况不好转 我就只能一直住下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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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吐出来 要不今天的训练不合格 是啊 顾总 你加油 这个肥肠它其实挺好吃的 怎么样 可以了吧 既然你这么勉强 我就不强迫你了 这道菜啊 是我和双胶的最爱 双胶 我们吃 谢谢 不勉强 我 我觉得挺好吃的 好吃 是吗 好香啊 你看 好香 顾总 我怕你胃不舒服 所以给你煮了粥 我为什么会不舒服 你刚刚不是吃了很多鲁肥肠吗 我再忙一下 等会儿再喝 那我先拿给陆显喝 你一会儿要喝的时候再叫我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先再喝 谢谢 忽然好想喝着我 很烫 很烫 你慢点 喝口吃 不烫 越岩不烫 双胶 你做了多少 我只了一大锅 那待会儿都帮我留着吧 我 我把它都喝掉 都喝完啊 好好喝 没问题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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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